Code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 i.i.盼导一分之六台湾上映! 导演《谷口勿扰》将有更多新画面及剧情更动。 破片框获日本动画指标性三大奖项,一致激赏的动画经典神作《Code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魁维十年再度回归, 即剧长版首部曲Code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 1. 星道后,Code Church 反叛的鲁鲁修! i.i.盼导也即将于6月1日在全台上映! 导演《谷口勿扰》透露首部曲加入了! 50%!以上全新画面,原版人马重新配音,但二部曲剧情更疯回录转,加入的新画面和剧情更改将会比首部曲更多。 日前电影在日本上映就掀起轰动,好听口碑源源不断,让台湾粉丝期待度倍增。 台湾片商也趁势推出限量。 1000!套的珍藏卡贴电影预售套票,并于本周六、十九日,中午,十二! 10开脉,想请请见博客来售票网! 全新机器人对战画面,角色新造型加入! 4中粉丝封大家来找查! 街棒日本动画神作剧长版首部曲《Cold Church》反叛的鲁鲁修! 1,星道,2部曲《Cold Church》反叛的鲁鲁修! I.I.Pandao再次缔造佳绩,上映首日便夺下日本权威电影网站PIA满意度排行冠军。 其中新加入许多,Nightmare机器人关键对战的精彩画面, 人物角色也不时有新造型和画面出现,让死中粉丝纷纷开始大家来找查! 而第一次观赏的粉丝则表示光是黑色王子鲁鲁修和白色骑士朱雀反目对质的桥段就值回票价! 而编剧《大河内一楼》也表示,第二部应该是三部剧长版中内容最浓厚的一部! 将会带给影迷们最震撼的体验! 他的想法将颠覆世界!鲁鲁修已戴住面具的叛乱之人! ZERO的身份,让反不列颠尼亚帝国势力的黑色骑士团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面,朱雀则被任命为第三皇羽由菲米亚的专属骑士! 两人都各自立足于能发挥实力的天地,自使命运的转机悄悄到来! 由菲米亚一帝! 十一! 区副总督的身份,宣布建立行政特区日本,然而行政特区日本一旦实践了,黑色骑士团存在这世上的意义将消失殆尽! 为了打破现状的僵局,鲁鲁修尝试诸与尤菲米亚面谈! 为了守护心中自己所重视的事物鲁鲁修早已有所觉悟! 得到! Just的代价,让丽丝的希望被长久以来的野心所颠覆,命运的齿轮加速往悲剧前进!